一说又好几天没来找虐了 不是 又好几天没来虐菜了 今天要挑战的是由这位叫做 是FW不是歇蓝屏 他说发了二十几遍了 杨姐一个小时 很简单 恕我直言 当你们说简单的时候 就是我警惕心最高的时候 好吧 我是你个乖 不过他说发了二十几遍 我也是真的很感动 毕竟很多时候 我是没有办法看到所有评论的 但是那些点赞比较高的 就很有可能被看到 所以今天决定啊 就杨姐了 对 杨姐 差不上了 是的 这次同仁就是发生了备份互换 昔日温暖的杨妈变成了杨姐 大家还是什么感受 这眼一看就很强 哟还会写诗啦 鲜红的玫瑰 我去我还在读诗呢 你个老六竟然偷袭我 原来是为了分散我终于力 有点凶啊 跟他前面的外貌 完全不符好吗 先吃药吧 小心使得万年船 这倒是典型的杨家公鸡 不过这也太简单了吧 啊我知道了 这是吃药杀 否则不会那么简单 那也不错 以前玩的一些变态同仁 吃药杀都能让我的药 等于白吃 唉 不过这里倒也没傻话头嘛 那么成真像那位粉丝说的 原删要简单 what 这杨姐对于时间也是有感知的 这里感觉还行 蓝色公鸡就要冷静了 哎呀冷静啥呀直接往过去 目前看来确实还行嘛 要知道我都好几天没玩了 哈哈哈哈 哦 no 完了走歪了 小准回中间 慢慢跳 节奏大师王小薇 小板板我感觉不点爱上这个杨姐了 太温柔了呀 慢慢跳 关键在于他的伤害并不高 就给足了失误的空间 看刚才那地方放以前糟死了 吃药 吃药杀我就帮你们跳过了啊 我想起来打开好像恐怖就七个回合 我砍了几刀了 而且这几刀攻击都挺短的 嗯 你无险 接着弹 确实啊 看你那羊骨跑 怎么比得过龙骨嘛 还会甩我 慢慢躲 哎不对 方向改出了点问题 有点滑 oh no 我去 伤害全吃 还是很疼的 等近点 不能再挨打了 掌握好节奏 有点刺激 吓我一跳 最后一刀 搞定 饶术 天呐 第一次啊 第一次啊 第一次一条命过呀 你感谢 我可太激动了 必须要感谢一下这位粉丝 你是在我视频底下评论第一个 说简单 真的是很简单的小伙伴啊 诚实的人 不过后来我了解了一下 这游戏好像还出了个二阶段 但是呢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出的 所以我就也下来试了试 瞎了我半天啊 老实报读 前面的话倒是差不多 不过这个火力明显变猛了好了 冷静点 开头杀 熬过去就行 走中间 再躲边上 再躲中间 哎呀没拉得及 没事 撕血过了 后面的攻击很多都是一样的 不过有加速 攻击范围也有变大 但是说它不是一个人做的 主要是因为它的手感啊比前面那个差太多了 跳起来滑得要命 非常难控制 所以还得去适应它的手感 喂你等等我呀 让我上去啊 这关是第一阶段新加的 OK 这次砍完后就变成零血了 杨姐彻底疯狂 走向了杨巅峰的路线 我要远花了 冷静点 差点伤害全阶 你们看 二阶段伤害明显高了很多 但我有走位 我去 怎么边上还有啊 有点生气啊 给你们看看什么叫规避伤害 不对 我怎么感觉我在接啊 好了 这次很冷静 竟然还没结束 我去还有啊 那么凶的吗 然后吃药杀也变了 虽然不说多难啊 但是疼啊 那大家如果喜欢这个二阶段的话 别忘了多多点赞 我赶紧打过去 也欢迎留言推荐我别的游戏进行挑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